先生跟我一樣都是女人做 然後我們生日非常近 我們才差四天 可是我們的個性差很多 所以首先呢 他是一個計畫狂 他什麼事都要按照他的計畫 然後去執行 比如說出遊的時候 我覺得在談戀愛那一段時間 或者剛結婚的時候 我會覺得 這樣的人還不錯 因為他幫我把什麼都規劃好了 我就跟著他走就好了 但是呢 有了小孩之後 我覺得事情就沒有那麼絕對 比如說呢 我們九月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天氣很熱很熱 然後他就安排了一個禮拜六 我們去那個野柳風景區 小孩喜歡看海豚表演 所以他就訂了早上的場次 是十點半 那他的那一天的計畫是 十點半我們先到那邊 看完海豚表演之後呢 大概一個小時嘛 然後讓他在裡面逛一下 十二點出來呢 我們不要去人幾人 那時候餐廳太多人了 所以我們先去看女王頭 去地質公園繞一繞 然後等過了那個用餐時間 我們再來餐廳吃飯 吃完飯之後再去金山老街 然後再去什麼公園 它就是一天的行程 感覺這樣有道理 有道理對不對 避開人潮 對 我也覺得滿合理的 這是正中午那時候 最熱的時候去 小朋友一定醬出來 對 重點就是測量 我都會知道細節 為什麼要回到 就是避免這種問題 沒有 可是我現在就是呢 他一旦有回到的時候 他就一定要照表 超可怕 所以 感受得最煩 對 因為他忘了頭中間 對 你知道他中午十二點 我們一出來的時候 而且他會硬要去 他硬要去 可是你知道地質公園 是整個沒有遮蔽屋的 你去看女王頭 你整個會曬死在那裡 我們五分鐘都受不了了 還會沒人 誰要去 還很吵 對啊 還必須開人 沒有人是有道理的 對啊 所以你就想到就變成一個小孩在那邊 媽媽 我好熱 我好餓 我不要去 然後大人就說 你趕快給我走 就兩個一個大的一個小的 在那個停車場那邊拉扯在吵架 他沒有彈性很可怕 他沒有彈性 他就覺得這是我安排好的 你昨天也說你認同啊 你覺得合理啊 你叫他報警就要抓你啦 你就不要配合嘛 幹什麼 所以我就變成我要安撫小的 可是我要管大的脾氣 因為他情緒也不好了 然後我就一邊那邊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在這邊休息一下 我跟爸爸商量一下怎麼樣 就會覺得 沒得商量 他爸爸就沒得商量 結果就是他爸爸自己去 然後我們兩個 我帶著小孩去Saven 先乘涼一下等他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點就 有一點點傷腦筋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呢 我先生他其實腦波很弱 他很弱的地方是 很弱又堅持行程 對 比如說因為他很愛逛 那個美式大賣場 那你知道美式大賣場 他們很多東西都是一大喝 一大箱的 量很多啦 量很多 那我們家也就 我跟他跟小孩就三個人 你可以用到多少的量 生活用品 我覺得一個月買一次也差不多了 他是每個禮拜都去 比如說好 洗衣的東西 就是洗衣精 然後呢還有那個洗衣球 我跟你講他只要看到他有特價 他就會買回來 我們家這三層全部都是 我這邊還沒用完的時候呢 他就會說比如說少了一包 他就趕快再把新的拿出來補齊 補完了之後呢 是不是這邊會少 比如說他少了一箱 那以前是不是 他又要再補齊 沒有 沒有 他不能看到 他不能看到 有空 對 比如說好像衛生紙 廚房紙巾 面紙這些東西 因為他體積很大 那我們原本就有個櫃子 去專門放這個的 可是因為他一直買嘛 就變成小孩子現在的遊戲間 有一半的空間在擺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會覺得 你很浪費空間 你可以再擺很多 小孩的東西進去 可是你現在有一半 都在擺衛生紙 他的觀念就是 他覺得他不要有一天 他要用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家裡沒有 這件事情在他身上 是不可以發生的 他也沒有安全感 對 他就是一定要 這樣擺得滿滿的 他覺得 那吃的是不是也一樣 譬如說米什麼 對 講到吃的 我就更氣 他很喜歡美式賣場 那個雞腿牌 比較那一包就是50片 你買回來之後 他會先把它分裝 放到冷凍庫 所以我們家冷凍庫 就會滿滿的雞腿牌 然後呢 好 他就會買回來 然後你就開始料理 好 你剛買回來 你今天吃 明天吃 後天吃都還OK 吃到第七天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我們要不要換個料理 他說 可是還有40片 你還有40片 我說 但是每天都吃雞腿牌 雖然它很好吃 但是會膩 他說你就用不同的料理方式 他還是雞腿牌 他不喜歡的 今天你可以烤 他不喜歡的 沒有吧 我覺得他是不服輸 因為我老公也會有一樣的這種病 就是他自己買的東西 然後他就會要硬撐 他要把它撐完 譬如說他帶我去吃的餐廳 明明就不好吃 但是還要把它吃完 他就是說超好吃 打包 我們點太多 然後就是這樣拚 你知道嗎 所以這種人 你就要一直弄雞腿牌給他吃 弄到他說 我們今天先不要吃 你不能等他 因為你說不要 他會說他要 你就弄好 弄滿 可是他會教你跟他一起吃 沒有關係 你就弄超多給他 說這是你最喜歡吃 我記得嘛 這你最愛吃的 你就弄超多給他 但是你知道嗎 重點是那50片 比如說我消耗到生死片的時候 他就再去買 每天也要吃 滿好的 謝謝 謝謝 小明 그리고 邱秀 邱秀 他 什麼 我